在中國大陸兩會的開幕敏感時刻 美國跟南韓進行了自由護盾軍演盛大的展開 而且當然首要的目標跟防禦的目的 當然是北韓的進犯 尤其南韓出動的兵力是去年的兩倍 還有南韓的先諜衛星 則是把平壤拍得非常清楚 甚至連金正恩的官邸也被拍得進去 自由護盾兵力集結 南韓和美國最大規模聯合軍演 今年首訓本週登場 由空軍打頭陣自由護盾為期11天 儘管韓軍至今還沒證實 但據傳美軍將在朝鮮半島部署 戰略轟炸機和航空母艦 尤其是日期間地上和海上、空中的外國軍演 全都48次實施了 這次是澳洲、法國、英國等12國 南韓和北韓去年四回919軍事協議後 這是首次的大型軍演 目的是要防範北韓的核威脅 去年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1號 終於順利傳回衛星影像 平壤市容被拍的一清二楚 甚至還拍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官邸 這枚間諜衛星預計6、7月全面開工 南韓希望強化自主、勤修、降低對美國的依賴 另外南韓9架T50B精英高級教練機 跟隨黑鷹飛行表演隊在菲律賓上空翱翔 慶祝南韓和菲律賓建交75年 兩國的國產飛機合組空軍中隊一起飛行 展現堅強的盟友關係 TVB的新聞報導 再我們來關心到中國道的兩會 過去其實大家會特別關注到 是總理記者會在會後之後舉行 會如何來看待 這個台海之間的關係 過去都被認為說是一個很特別的 觀景窗跟觀察的視角 但是現在這個總理記者會 從今年開始以後都要取消了 我們先來看到人大的發言人就說了 由於去年記者會已經非常明確的 已經告訴大家任內的工作思路 總理李強的工作思路 所以在今年不按照王力 在人大會議閉幕之後 舉行了總理記者會 甚至也不只今年不辦 未來幾年也都不會辦 所以當然這個消息一出 讓各界都感到非常震驚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總理記者會 其實也是第一次出現在1991年 由李鵬首度舉行 之後到了1993年就開始逐漸的 制度化還有常態化 所以漸漸的這樣子的總理記者會 也變成國外的媒體來觀察了 中國大陸國內 還有台海關係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但是幾個年份我們要來看到 包括在2000年的時候 朱鎔基他面臨到的情境是 當時陳水扁很有可能會當選 因此他當時用一個非常嚴厲的口吻說 嚴厲斥責台獨 甚至這句話應該大家到現在都 有記憶遊戲就是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當時其實也在台國內的政治 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響 也影響到了選舉結果 再讓我們來看到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 時任總理李克強在2021年 這一年的年份非常特別 當時關注的是意後雙方 台灣跟中國大陸要如何交流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堅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 但是也歡迎各黨派來進行對話 到了2022年的時候 也被問到台灣問題該怎麼處理 他說如果在台灣民眾道 中國大陸發展會給予同等待遇 而且辦時事解難事 這是當時他的論調 甚至他當時也強調說 台灣跟中國大陸是情同守直的關係 到了去年2023年 李強總理他當時怎麼說 他說其實兩岸融合發展 是呼籲可以正常的往來 希望可以恢復常態合作 這是當時的發言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 這真的是觀察台海關係 還有中國大陸態度的一個重要的窗口 跟一個觀察的視角 但是現在這個總理記者會取消了 又該如何看待這件事情呢 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 他就說了 其實每次大家看到兩位都覺得 非常制度化 非常沉悶 所以這樣的總理記者會 其實是一個外國媒體觀察中國 到態度的一個非常比較開放的視角 也可以去看看 總理如何應對外國媒體 一個態度的展現 但這一次如果真的取消的話 代表是什麼 第一個總理的地位是降低的 而且兩會的開放性也跟著降低 就是他自己的觀察 再來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全國兩會政協會議 在今天率先登場 其實外界預計會討論的 包括是兩岸問題 台灣議題在政協主席的報告當中 琢磨不多 沒有提到反台獨這些字也 不過與會的代表 尤其很多的明星 倒是提到很想來到台灣玩 知名陸劇 狼牙榜男星靜東 西裝筆挺出現在中國大陸 全國政協開幕 因為我在05年06年也去參加過金華獎 也很喜歡台灣 也很希望以後能有機會 能有機會可以經常去 一政雙七的還有資深香港歌手 邝美雲也身兼港區 人大代表大談兩岸問題 只要有信心有愛 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就是要團結起來 所以兩岸的關係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是自己人 中國大陸全國兩會人大懷疑5日才開幕 但先宣布今年首度不舉辦 總理國際記者會 並面對外媒提問軍費 回應稱比美國第一 據問到中美關係就拉近台灣議題 甚至串訪中國台灣地區 這些做法粗暴干涉了中國內政 干擾兩國正常的交往 美中台關係將在520賴清德就職總統後迎來新局 但是主管對台事務的大陸全國政協主席 王滬寧工作報告 兩岸篇幅非常短 從兩塊代表到全國政協主席的對台灣議題呢 都是軟機調 而且王滬寧的簽字報告當中完全沒有念到 反台獨以及九二共識等熟悉的兩岸關鍵字 以上TV新聞朱光宏陳永文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上個星期 美國總統拜登才稍稍暗示大家說 也許呢在加薩地區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有機會停火 甚至出現曙光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看似雙方都給美國總統拜登給打臉了 怎麼說包括是在這個雙方有沒有機會 會進行和談的狀況之下 甚至停火協議 看起來機會渺茫 雖然說哈馬斯的代表團已經到了埃及開羅 要談的是什麼 要談停火協議還有釋放人質 但是呢 以色列並不買單 以色列不派任何的代表團出席就算了 針對在之前 他們為什麼不代表任何的 不派任何的代表出席呢 因為他們認為說 包括是人質名詹還有換服的比例 他們都沒有收到哈馬斯善意的回信 沒有收到達福的狀況之下呢 也讓這樣子停火 甚至呢 休戰的行業變得遙遙無期 尤其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我們從之前不斷的告訴大家 是3月10號摘卷月的第一天 現在倒數時刻只剩下一個禮拜 因為呢 這個時間點就是以色列強調要攻打 拉法這個地方一個非常重要的實踐 所以說外交的消息人士就說了 目前談判的進度真的非常慢 所以你要在48小時之內 兩天之內真的談完的話 非常難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以現在來說 整個加薩地區真的可以用人間 相信看到是一個非常艱困的處境來形容 尤其是整個加薩南部大城 像是甘尤尼斯拉拉法 其實現在都是遭遇了好幾波的空襲 在24小時之內就有90人因此死亡 算下來已經有30410名的加薩人 巴勒斯坦的民眾因此慘死 所以當然看在很多國際上的味道人士 人道主義的人士眼裡是非常不舒服的 當中也包括他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 他說加薩人正在挨餓要怎麼做呢 他要求哈馬斯要立刻同意停火6州的協議 而且施壓以色列 希望可以開放更多的人道物資運送突擊 但是其實現在在加薩地區 你可以想像到的是 其實大家已經餓翻天了 所以看到食物馬上就要上去搶 在加薩地區的北部也出現了非常多的悲劇 像在星期六清晨的時候 開進加薩北部的物資卡車 是被當地的難民團團包圍 以色列的軍人對他們開槍企圖要維持秩序 沒有想到 造成了更多傷亡 以色列軍目前集中火力在加薩南部地區 北部戰火大致停歇 但當地30萬飢餓難民以及社會秩序瓦解 導致了另一場災難 週六早晨 數量開進加薩北部的物資卡車 立刻被等待的居民包圍 以色列軍朝人群開槍 民眾驚慌導致踩踏意外 事件造成上百人死亡 七百多人受傷 以色列聲稱是遭到人群中的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攻擊 才會開槍還擊 但目擊民眾否認這個說法 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以色列 週日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在非以人權紀念活動儀式上 也嚴厲批評 並呼籲以國立刻停火 我們有看報告 家庭吃草藍或動物餐 女人給予生 少女的小孩沒有醫療 和孩子們死亡 自不營養和脹飲 我曾經說過 太多人死亡的巴勒斯坦人都被殺了 这起事件凸显了以色列政府对加萨没有清楚的管理计划 又不愿意让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填补加萨北部领导真空 导致了失序与混乱 3号 赫瑾利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 前国防部长甘茨 再次敦促以哈尽快达成战时停火协议 增加对加萨的人道援助 美国自身官员透露 以色列或多或少已经接受目前的停火协议框架 现在就等哈马斯的回应 加萨濒临饥荒 以色列严格限制物资进入 使开放南部边境两个通道进入 居民所需数千辆卡车的物资 全部囤放在约旦的仓库里 等待以色列查核放行 以色列向捐赠国家和机构列出了限制运送清单 包括麻醉药 单架 发电机 绿水器 还有氧气瓶等 这些是2008年以国制定的禁运清单 如今早已过时 却还继续沿用 加萨的医生表示 在缺乏消毒用品和麻醉药的情况下 只能用醋和食盐水消毒为病患截肢 多国加入空投援助难民 周六美国空投了第一批物资 提供38000份的餐点 不过空投成本高 效率低 只能解燃眉之急 周末 以色列加强轰炸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几分钟之内 击中大约50个哈马斯目标 哈马斯也公布影片展示他们在加萨成功突袭 以色列军队 以哈冲突外扩效应 红海船只频频遭叶门反叛军青年运动袭击 2月18号 一艘英国载运肥料的货船 红宝石号遭到攻击毁损漂流海上 原本打算拖到沙吾地阿拉伯停靠 但因为海况不允许而延迟 船体在周六沉没 4万1000吨的肥料流入海中 将造成严重污染 这也是自去年11月青年运动攻击行动以来 第一艘沉没的船只 全球各地都发起示威 要求以色列停火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加拿大 原本计划和总理杜鲁多参观安大略画廊 也因为遇上了抗疫团体 在安全考量下取消行程 TVBS新闻总和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